110年度花蓮仙后备宪兵和松协会花蓮市分会新春团拜的活动在13号举行 会长黄荣康跟多位爱心学长的捐助下 洗开11桌来招待韩市让大家一起好过年 110年度花蓮仙后备宪兵松和协会花蓮市分会新春团拜 第29届依照往年一样招待韩市朋友们 会长黄荣康跟很多爱心学长的捐助之下 洗开11桌招待韩市朋友和大家来共餐 获宪团体希望不只是能够照顾自己的弟兄 更能够希望把触角映射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很开心可以邀请中国到这么多韩市 因为毕竟后备宪兵都是赞米为良民赞香为良民 所以大家秉持着回馈社会的态度来帮助这个地方 也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可以越搬越大 让大家了解说后备宪兵和松前会的理念在哪里 近的一年我们以往的团拜后都会请一些 唐室低收的人来吃饭 今年吃饭第三年 以往的清单是说一年增加一桌 原本是今年是要四桌 由于我们今年的进的学长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采用开饭的 很高兴大概有增加到11桌的学长都来赞助这次的活动 后宪和松协会华领市峰会迈入30多年 继去年度办理若是关怀围围组参之后 今年度更扩大集结后宪的团结 持续发扬人机及机传递送人的精神 邀请各界韩市以及中途学职关怀户 一同来迎春聚餐 同时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记得终于花水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